第八百九十四集 三个 接近了 顾飞这边搜完一遍 他们这一行也终于是接近了目标 这一路奔波也用了半个多小时 没办法 他们拿到的卷轴只能接近到这种程度 工作室也不能遍地 世人 每人身上都带卷轴 就算能做到这样 做完坐标的卷轴还得回记 总之来来去去总是要时间 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没错 就他 任务在顾飞身上 只有他能看到任务角色携带任务编号 不错呀 如果总是这样的也算没白来 西耀武比较高兴 原因对方并不是一个人 这一队约莫有十二三人同行 显然对方五百团队分散 也不用分散成五百人 大家结成小队 就不会太引人注目 而且一路有同伴 也不至于寂寞 上 四人飞快地冲了上去 一路上见鬼还在交代 这样的情况 大家PK值分得均匀些 别抢 其他三人都明白见鬼的意思 这要某个人太突出 一个人上去灭了十个 那杀不到三次就得去洗PK了 大家均分PK值的话 四人一共一百多个杀人名额 能用挺久的 说你呢 注意着点 西耀武替见鬼补充 着重对顾飞说了一遍 和这家伙结伴PK 总是被他杀掉大部分 西耀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知道了 顾飞无奈 能上又搁这份名单的 在主城大小都算是个名人 此时这十一人的小队 就使目标名人为首 赶路是很寂寞的 十一人正说说笑笑 大发时间 这四人迎面飞奔而来 起初没太在意 在炼吉区的大道上 跑来跑去 赶路的玩家多的是不稀奇 但随着距离渐进 众人渐渐觉得有些不对了 这四人中有一个黑色长袍 这应该是法师或是牧师 能跑这么快的这种职业 目前在游戏里 可能只有一位 千里一对 十一人突然开始面面相去 再仔细看出去 黑袍法师左右 一个红衣女贼 还有个黑衣刺客 再加上一个弓箭手 这不正是之前袭击过 他们的两路人马的团队吗 十一人当时就没了斗志 这可是把五百人 都逼下线的组合 他们哪里还有信心 赶上去战斗呢 队里的盗贼箭手 都十分想跑 可同队的战士法师牧师 不吭声 他们也不好意思 他们期待队里有人 能够觉悟的大喊 能跑就跑 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声 跑不了了 拼了 盗贼箭手泪流满面 但能在此时走在一起 那都是平时称兄道弟的好哥们 独自逃跑 实在是拉不下这个脸呢 得 死就死吧 盗贼箭手抹去眼泪 跟着其他短腿的兄弟 一起迎上去 送死了 十一人 虽然在主城大小都是个腕 但在顾飞箭鬼 十一五面前 那就是超级巨星 和一般明星的区别 十一人 还像一般对敌一样 拉开阵型 想要周旋一下 结果 见鬼一个雾影突袭 就把他们的阵型 放到了一个边 跟着 顾飞瞬间一动 大大方方直接跳到 他们阵型中间 五死角的转身 双眼闪 劈出去 一个都没跑 再然后 肖五也冲了上来 一边捅人 一边把自己消失掉 人想反击 都找不到人在哪 十一人 催枯拉朽般的乱了套 但此时最焦虑的 却是御天神明 他想抢镜头啊 想当主演啊 想让人记住他呀 可这三人的风头 他又怎么抢得去呢 他没有功夫技巧 没有越级装备 也没有越级技能 更郁闷的是 都直接杀到眼前去 而他一个弓手 却得远远地放着剑 要多没存在感 就多没存在感 宇天神明 此时已经后悔了 自己压根就不该 跟着这三人组 出来混 这么一比较下来 自己跟那帮被杀得 满地找牙的家伙 好像没什么区别 宇天神明 不甘就这么被忽视 他要让人知道 他的存在 于是 他也快步冲上来 一边冲一边 大声呐喊 千里 左边那两个 别让他们跑了 剑鬼回来 把那个截住 细节你位置在哪 当心我的剑 被点到名的三人 都是愣愣地回头 看着御天神明 不知道他在想嚷嚷什么 结果御天神明 喊得更起劲了 战斗时候走什么事 抓紧时间 还有好多事 等着我们 快快快 御天神明 蒙事终于成功了 他看到那些 还没死干净的余孽 望向自己的眼神 满是惊讶 佩服还有敬畏 能把这三人 大呼小叫的 呼来喝去 简直是不简单 虽然看起来 就是毛孩子一个 古飞他们三人 此时却顾不上 和御天神明 计较这个 双方交手 十秒钟 对方就已经全线崩溃 斗志直接复述 人人都是不管不顾 胡乱找个方向就跑 是不是有速度什么的 此时已经顾不上去思考了 于是 御天神明又有了表演机会 立刻指东指西的 号令三人去追 虽然他的主要目的 就是表现自己 不过做出的部署 倒也真没差 倒的确适合眼下 追击方案 但结果那三人 却好像约好了一样 故意不采用这最效率的部署 见鬼去走顾飞的路线 顾飞追向西腰五本来的方向 西腰五则去补见鬼的位 可怜 逃亡的玩家 耳朵听着 御天神明的吆喝 也想来点针对性的策略 结果到最后发现 真实情况和他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以为要遇见鬼的看到的是西腰五 以为会是西腰五的地方出现了顾飞 白光一朵又一朵的接着盛开着 十一人终究是一个都没有跑掉 被全数的解决了 完成追击的三人都是拎着家伙返回 意味深长的看着御天神明 御天神明早已经是满脸堆笑凑上来道 嘿嘿 三位老大辛苦了 指挥的不错呀 谁会挡你的剑来着 西腰五上来一把 就把御天神明的脸捏了起来 哎呀 细节细节 我那是喊着玩呢 你们这么威猛 我不是没事干吗 御天神明脸都快被西腰五捏成八字了 连忙解释 说好的评分PK值的 你怎么不补剑呢 剑鬼问 啊 御天神明回过神来 刚才光顾的表演指挥 才艺了 剑鬼那边特意留机会给他补剑 他都没有注意到 上点心行不行 西腰五继续发力 哎 知道知道明白明白 御天神明连忙表态 虞下的目标都确认了吧 西腰五松开了手转向顾飞 哎 也都告诉公子 让他去拥卷轴了 顾飞说 好 西腰五点头 立刻又是一张传送卷轴启动过来 去哪里啊 三人都有些茫然 但还是连忙进了传送镇 白光闪过传送后的地点赫然是主城邮箱边 时间怎么能浪费在这上 西腰五洋洋得意 对自己细致的考虑很是满意 快看邮箱 顾飞说 西腰五拉开邮箱一看 含着公子办事效率也的确是让人满意 传送卷轴又已经来了一堆 剑鬼 你来选一下吧 西腰五把卷轴塞给了剑鬼 坐标方向还是剑鬼的判断最好 于是这边顾飞一边抱着目前坐标的位置 剑鬼一边筛选出卷轴 选了个当下最近的立即试用 死回老家的十一人此时欲哭无泪 带头大哥自然更悲剧 有PK值的他一次挂掉两集 郁闷之余还得把这噩耗通知其他人 让其他人提防小心 消息一放出自然是人人自危 此时大家都已经分散赶路 大多数就和刚刚牺牲这队一样 是个十来人的标准队 这自然是无法抵挡千离一队等变态袭击的 一时间众人都是草木皆兵 在路上看到四人同行的就有些魂不守舍 不少人开始变换路线 怎么复杂怎么走 而宝独风霜这些高层人士 却是知道千离一队他们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PK值 有PK值的家伙千离一队就会知道他们的坐标 可问题是他知道坐标还不行 他还得知道人名 所以宝独风霜他们也没太提防着这手 没想到非常逆天这边 有幼哥这位大神来了个浪里逃杀 直接把他们各成的名人高手全部归纳出来 然后交由顾飞一个个查了过去 这办法笨是笨了点 但却有效 宝独风霜他们也搞不清顾飞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弄到的人名 总之 此时有PK值的玩家都心惊胆战 更要命的是连躲都没出躲 现在个个都荒郊野外赶路呢 要下馅儿也得到了主城啊 传送卷轴这种高级货 更不可能人人都有 此时身带PK值的玩家都在同伙群中打听 有没有传送卷轴 这可是致命的 两极的结果 结果还真有靠这法子逃掉的 顾飞一直关注任务上坐标变化 突然有人大幅度变动 立刻就知道这是传送了 顾飞一边给三人说 一边还纳闷呢 这传送有什么用 我们也是传送过去追啊 不知道啊 三人一时也没领会这一传送的精神 于是顾飞把新坐标告诉韩家公子 准备让韩家公子去弄卷轴 结果还是韩家公子思想周密 还有必要吗 这是要回城躲下馅儿了吧 顾飞顿时恍然 感情这是之前五百人下馅儿的缩小版呢 人下馅儿那就真没办法了 顾飞无奈地对三人说着 抓紧呀 一会儿全跑下馅儿了 喜瑶五着急 追杀继续 躲避也在继续 但在顾飞一分钟一刷的坐标监视下 除了下馅儿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躲得了追捕 第二人第三人 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直接被干掉 有整队被杀的 也有只有孤身一人的 有速度看到四人掉头狂奔 没速度的看到四人破口大骂 四人这追杀目标倒还意外看破了不少 显然就是这路人的玩家 自然是顺手解决恐怖的追杀 一直到四人的PK值 全部到达29为止 而此时顾飞的通缉任务本上 也没了目标人物了 有的是被他们灭了 有的是淘下馅儿的 还有的则是到了时间PK正巧消了 算是运气最好的 四人收兵回去 洗PK值了 可宝独风霜他们这边又哪会知道 身上有PK值的玩家继续紧张 到了主城都在往线下跑 宝独风霜也是焦虑万分 其实整体来说损失不算太大 就死了几十人而已 但问题是士气接连受到打击 这些人还能不能坚持走下去 宝独风霜心里没谱 也没办法去鼓舞士气 想鼓舞士气 唯有解决这几个变态的骚扰 可宝独风霜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他如果有办法 还用得着走上人海站这条最麻烦的道路吗 就在士气一片低迷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消息却是让所有人为之一阵 千里一罪下馅了 藏着的躲着的提心吊胆的 听闻这个消息后都是如释重负 大家互相传送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低迷的士气一下子又振奋起来 全都是因为压力一下子消失的缘故 千里一罪看来是下下休息了 而且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 他每天游戏时间其实不多 休息时间会很长 大家抓紧时间辛苦一点 趁着千里一罪不会来捣乱 尽快赶路 宝独风霜给各路军团的大人物说着 虽然之前的骚扰 见鬼比顾飞还要露脸 但顾飞的牵制作用却是少不了的 这点见鬼很清楚 这些大人物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此时虽然只少了一个千里一罪 之前的威胁却已经不会重演 大家连忙都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 加油赶路 就在各路军团连夜赶路的时候 他们却不知道 在游戏的论坛上 此时又出现了爆炸性的消息 之前引发过热潮 随后沉寂一段时间的效率炼击法 重出江湖 这次却不再是由千里一罪指导 而是由云腾工作室主持经营 将在三十座主城各选一处 四十五到五十炼击区同时开始交授 报名火热征集中 相比起游戏 论坛里的热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游戏里顾飞他们杀得在风生水起 引起的骚乱起来依然是小范围的 还不如之前云端和越野两城的 全城乱战来的范围大 就算这次引得二十多座主城出动精英高手 但每城也不过是五百人上下 而且大家有目的的出发 在各自主城都没有吸引什么波动 而论坛上就不一样了 从最初效率炼击法问时开始 再到城战开打 到城战的奖励 到顾飞他们和工作室的纠纷 到扔装备 这些事都引起了全民的关注 在这个不需要实力 只需要耍嘴皮子的地方 每个人好似顾飞这样万中无一的爵士高手 洋洋洒洒指点江山 而这段时间对于八卦党们来说 也实在给力 值得讨论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 二十多主城出去的精英高手 这事儿大家还没有进入实质性讨论的时候 效率炼击法再出江湖 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效率炼击法顾飞他们公然兜售 也才搞了一次 之后就因为成长活动开始而没有继续 但就这一次所引发的影响 却并不只是数万玩家 掌握效率炼击法那么简单 白石城的白石磨坊炼击区 是顾飞他们开发的第一处炼击区 也是在这里开展全民教学活动 此时的白磨坊 显然已经成为炼击圣地一般的地方 但这个圣地却到处都是白光与争斗 在盗版商的不懈努力下 如今掌握白磨坊效率炼击法的玩家 已是当初顾飞他们招收学员的数倍之多 而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毕竟这里不像云中墓他们实惠联盟 当初是私下联系 学了也没外人知道 目前游戏中使用白磨坊效率炼击法 在白磨坊这里打怪升级是最快的升级方式 这事儿已经人人皆知 本地的外地的个人的行会的 想炼击的想学习的 甚至还有想看出这效率炼击法内涵的 多方来客汇集在白石城白磨坊一带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任何时刻人都比怪还多 再强大的行会 也根本控制不住这里的局面 也不敢去控制 最初从顾飞他们手中 学来正版一套的玩家是最亏的 学来根本没效率几天 这炼击区就成了这个模样 效率炼击法是会了 但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呀